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你的儿子啊 我还有儿子 是你的儿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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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不起你 你杀了我 我对不起你 我兄弟二人 总想一起长大 同吃同说 同学同友 苏日里 我宠你 活你 疼你 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 吃半点苦疼 因为你是我义母同胞的弟弟 每次出征 慧儿总担心你吃不饱 穿不暖 天衣被食 总守不了你的一番 我 到了现在 为什么把你养成了一头回去人的狼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罚的我 这 枪 安全法 当斩 来人 来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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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大公子 你这样我就没有办法行刑了 滚 告诉我爹 要杀 就把我们兄弟俩一起杀了 大哥 你走 我自己的罪 我自己的 大公子 大公子 大都督 我司马昭这条命 是你给的 今生今世 不灭蜀国 我誓不为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五 将军 不 二公子被打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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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一、一、二、一、二、一、二、一 你 什么招 你给我这儿吃了 哥 一会儿我又疼了 我和娘了 你是男人 先给我把头抬起来 你给我把头抬起来 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一百四十八 爹都赢了一辈子 就那么怕败一次吗 赵儿 赵儿 你当着这渭水 给爹起个事吧 什么事 你一生一世 只做未尘 卫水为证 我司马昭 一生一世 只做未尘 你先走 你别走 别怪二弟不高兴 他为国侦战数载 朝廷却只封了个贤旨给他 贤旨 种地是贤旨啊 不吞天怎么打赢诸葛亮 这是安邦定国的要职 不服气是吧 我告诉你 这贤侄是我给你的 你下去 委屈啊 是不是儿子犯的一次错 不管我再怎么补救 爹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带你去打仗 你别的没学会 却养了一身的力气 让你去种地 你把脚踩在泥里 就明白 必须要抬头看天气 就是要让落水 好好吸吸你的心性 爹 儿子性子是战场上磨练出来的 落水能洗净我盔甲上的血 洗 嫂子都看到了 我 我什么都没感见 你大哥呢 是不是你大哥叫你来的 是我自己来的 非常之实 嫂嫂孤身出谷 我担心你 儿爹 你听我说 我是司马家的人 我的女儿姓司马 可是你姓夏侯 你的兄长是操守的心腹 你是操守的表妹 我的女儿姓司马 可是你姓夏侯 伤害我自己的女儿呢 好 赵儿 你先把我解开好吗 我求你了 赵儿 我求你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先放开我好不好 好 我给嫂嫂松开 嫂嫂 我 我剪开 剪开以后 你跟我走好不好 我们离开诺阳 我带你去一个 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只要你见不到 曹少和夏侯玄 我们就安全了 好不好 跟我走啊 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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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嫂嫂 你不是 你不是答应我了吗 跟我走 离开路遥 这些年 我对嫂嫂 从来没有非分之小 你看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这 这是你的扇子 你大婚时候的扇子 我一直留着 嫂嫂 我们离开洛阳 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吗 陪你 休息 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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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三叔 你哥呢 我大哥眼伤未愈 恐怕不能见客了 那你告诉我 是谁 下令大肆诛炼屠杀 屠杀 侄儿只是按照律法处置叛逆 不是屠杀 上千人哪 不是屠杀 夏侯玄有罪 杀他一个不够吗 但他有同党 夏侯玄平生交友广泛 他的朋友都该杀吗 那里面有你的朋友 有你哥的朋友 还有你爹的朋友 难道跟曹爽有关的都要杀 但他们竟有夏侯玄 同情曹爽 自然就会记恨我爹 甚至覆灭咱们家 我爹怎么能容忍大魏的动乱呢 用这些人的头颅 换这个国家的平安 值日 胡说 你爹连曹爽的同僚都可以宽幼 何况是他们 等你爹回来再决断 三叔 我爹都七十三了 三叔还嫌他不够累啊 再说 万一处置不当 不等我爹回来洛阳就乱了 不行 这罪名我当不起 是你要杀他们 三叔这是哪里话 我只是严加处置 这也是为了父兄和国家呀 你要杀光曹爽的亲信 用你爹的名望 来为你当平道路 小侄不敢 赵儿 听三叔话 让忠惠停止杀戮 等你爹回来了 我们再做决断 算三叔求你了 好不好 三叔 三叔 杀伐决断之时 有我和大哥呢 你就别操心了 三叔管好你的尚书台就行了 侄儿还有一句话 想对三叔说 这个时候 千万别背叛死麻将 你爹一世的声望 就毁在你手里 你懂你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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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 是你不懂我爹 不懂我爹吗 不懂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这一切不是爹让我干的 是吗 他就坐在哪儿 你去问问他